霍别20年台湾灯会即将重返高雄了 高雄市政府实无前例在耶旦节前夕 推出了台湾灯会会前会 典当这个耶旦节的主灯 不仅声光效果震撼高雄港 璀璨的灯海更是延绵爱河湾 透过镜头带您一块来感受 大大的圣诞树投射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上空 搭配耀眼的七彩光影 营造温馨浪漫的耶旦节气氛 霍别高雄20年台湾灯会即将重返高雄 市府特别安排在耶旦节前夕 推出灯会会前会 就在爱河湾璀璨璨登场 请启动 它虽然是六分钟的展演 但是它对高雄的改变是长远的 因为我们这二十年来 我们经历了爱河的整治 我们经历了城市美学 我们这一次开始来处理 我们夜间的爱河的美丽 这会灯光秀一路从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延伸到爱河河岸 整个高雄港就成为了全台最大的圣诞光影展演舞台 透过这一次智慧灯光系统的建制 我们整个爱河两岸七公里七座桥梁 包括爱河湾整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灯光系统 轻轨桥的灯光系统 在刚刚的圣诞主灯的展演当中 大家就会看到它全部都是联动的 这个作品的观赏很庞大 可惜你必须要在很多地方才能够把它看完整 你必须要用上帝的视角才能够感受它的领域 它的美丽 那我想这个对城市的发展 它就不是只是灯会一次性的节庆系的活动 它将会是长久的影响 一颗颗光影耶诞树搭配震撼的音乐 在爱河湾海面舞动六分多钟 2022年台湾灯会会前会 耶诞节前夕点亮之后 即日起到明年1月2号 每天晚上6点半到10点钟 每个半点及整点都会表演一场 要让来自全台各地的游客 重新感受爱河浪漫的魅力